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妻子哄骗她说 你不要去 回头我杀猪给你吃 妻子从市场回来 看见曾子要杀猪 连忙阻止 曾子说 你欺骗了孩子 孩子就会不信任你 说着 就把猪杀了 真的杀了? 对 真的杀了 谁杀猪了? 曾子杀猪了 曾子杀什么了? 猪 曾子杀猪了 曾子杀猪了 曾子杀猪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曾子杀猪 有一次 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场买东西 有一次 谁要去市场买东西? 曾子的妻子 有一次 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场买东西 妻子 妻子 妈妈是爸爸的妻子 外婆是外公的妻子 奶奶是爷爷的妻子 哦 曾子的妻子要去哪里买东西? 市场 市场 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场买东西 我想买肉 你可以去市场买肉 我想买蔬菜 你可以去市场买蔬菜 我想买水果 你也可以去市场买水果 我想买衣服 市场 你可以去市场买衣服 市场的衣服贵不贵? 市场的东西不贵 很便宜 市场的人多不多? 市场里的人非常多 有一次 曾子的妻子要去哪儿买东西? 市场 有一次 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场买东西 孩子哭闹着要跟着去 谁哭闹着要跟着去? 孩子 孩子哭闹着要跟着去 哦 曾子的孩子哭闹着要跟着去 对了 曾子和他妻子的孩子 哭闹着要跟着去 孩子怎么着要跟着去? 哭闹着 孩子哭闹着要跟着去 哭闹着要跟着妈妈去市场买东西 妻子哭闹着要跟着去 孩子啊 不哭了 不哭了啊不哭了孩子 不哭了,妈妈喜欢你,你长得真漂亮 你再哭,你再哭,大灰狼来吃你 你再哭,你再哭,爸爸回来打你 你再哭,你再哭,我就不要你了 哄片 别哭了,别哭了,你再哭,爸爸就打你了 别哭了,别哭了,你再哭,我就不要你了 妻子哄片她说,你不要去,回头我杀猪给你吃 妻子哄片她说,你不要去,什么时候我杀猪给你吃? 回头,回头我杀猪给你吃 回头是很快还是很慢? 很快 很快我就杀猪给你吃 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杀猪给你吃 回头很快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回头,来我们家吃饭吧 好啊 好久不见,回头我们去喝咖啡吧 好啊,你给我买我就去 好啊,没问题 你好,好久不见 你最近还好吗? 我最近很好啊,你呢? 我也很好 回头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好啊,回头见 回头见 妻子哄片她说 你不要去 回头,我杀猪给你吃 哈哈哈哈 回头妈妈要杀猪给我吃了 妻子从市场回来 妻子从市场回来 看见曾子要杀猪 妻子从市场回来 看见曾子要做什么? 杀猪 妻子从市场回来 看见曾子要杀猪 杀猪 连忙阻止 连忙什么? 阻止 连忙阻止 阻止 不要不要,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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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不要不要,停 不要杀猪,不要杀猪 不要杀猪,不要杀猪 啊 妻子从市场回来 看见曾子要杀猪 怎么样阻止 连忙 连忙阻止 是很快还是很慢 很快 停停停 现在停 不要杀不要杀 停 所以妻子从市场回来 看见了曾子要杀猪 她很快很快地告诉 她的丈夫曾子 不要杀猪不要杀猪 对了 妻子从市场回来 看见曾子要杀猪 连忙阻止曾子 告诉她 不要杀猪 那曾子说了什么呢 曾子说 你欺骗了孩子 曾子说 你怎么了孩子 欺骗 你欺骗了孩子 欺骗 欺骗 妻子说 你不去 回头我杀猪给你吃 可是 妻子不想杀猪给孩子吃 所以 妻子 欺骗了孩子 她说了要做 她说了要做 但是没有做 所以 她欺骗了孩子 那孩子会怎么做呢 你欺骗了孩子 孩子就不会信任你 孩子就不会相信你 所以最后这个孩子被狼吃掉了 所以最后这个孩子被狼吃掉了 对 孩子欺骗了人们 所以人们就不信任孩子了 所以 曾子做了什么呢 曾子说着 对 她的孩子会信任他 那你小的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会欺骗你吗 我的爸爸不会欺骗我 我的妈妈常常欺骗我 你的妈妈是欺骗你呢 还是哄骗你呢 我的妈妈欺骗我 也哄骗我 晚上我不想睡觉 我的妈妈哄骗我说 快睡吧 快睡吧 如果你不睡觉 如果你哭 外面的怪兽听见你 就会进来把你给吃了 你的妈妈哄骗了你 我的妈妈哄骗我 我的妈妈也欺骗我 欺骗你什么了 我想要一个玩具 我妈妈说 咱们今天不买了 今天不买 明天再回来给你买 那你妈妈明天回来给你买了吗 从来没有买 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那个玩具 她还是没有给我买 所以你信任你的妈妈吗 信任 因为她是我的妈妈 她给我杀过鸡 也给我买了很多猪肉吃 所以我觉得她是爱我的 她有去市场给你买衣服吗 也常常去买衣服 所以你信任你的妈妈 因为我知道她是爱我的 听故事学中文 听得越多学得越好 大家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增子杀猪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Facebook Twitter和Instagram上关注我们 也欢迎您在iTunes上 给我们写好评 我们得到的好评越多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听故事学中文这个节目 同时也欢迎你们在Patreon上 支持我们帮助我们 有了你们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才能飞得更高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